好的,我们大家一起合掌 礼敬世尊阿罗汉政治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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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晚上我们继续讲 在新年之前 我们讲过的两次的这个 中部118经 露出习念经 露出习念经 为什么有这个声音呢 好的,我们继续说这个经文 露出习念经的第三讲 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的是安班念的受念处 我们先念它的经文 他学习体验做洗 我将洗气 他学习体验做洗 我将呼气 这个巴黎文呢 这个巴黎文呢 洗的是叫做毕地 体验呢就是巴黎三倍地 然后接下来第二段 他学习体验做乐 我将呼气 我将呼气 这个乐的巴黎文叫做 Suka 体验的同样的阿巴黎三倍地 第三段 他学习体验做心形 我将洗气 他学习 他学习体验做心形 我将呼气 这个心形的巴黎文呢是 Zitta Sankara 体验呢是巴黎三倍地 所以它的字整个字是 Zitta Sankara 巴黎三倍地 最后一段 他学习 使心形宁静着 我将洗气 他学习 使心形宁静着 我将呼气 这个心形呢 同样的就是 Zitta Sankara Zitta Sankara 那么宁静呢就是 巴黎文就是巴三八样 巴三八样 好 今天晚上它的经文是很短 我已经念完了 现在我们就回到前面 我们解释它 首先我们解释这第一段 它这边一共有四个部分 我们也知道这个中部一百一百一十八经 露出习念经呢是讨论的叫做最重要的内容 就是叫做十六圣行 十六个部分就是圣念处 兽念处 心念处和法念处 每一个念处都有四个部分 所以叫十六圣行 圣就是圣庙 就是非常殊胜的意思 行就是修行的意思 常修行的意思 所以十六圣行 也就是可以说是每一个认真要修行的人 都要做的工作 这十六个部分 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 圣念处的部分有四个 就是觉知 也可以讲体验 体验入习跟初习 第二个部分是体验长短习 第三个部分就是一切身形也叫全习 一切身形体验一切身形的入习和初习 第四个部分就是当你的身体安静下来 宁静 你可以看前面的我们的那个经文 身形宁静入习跟初习 就是你的身体的那个呼吸变成很慢 就是宁静 所以这里的受念处也是这样 这个受念处主要是指我们的感受 这里的感受也分成两种 就是身体的感受和心的感受 同样我们会体验它 就是在常修的时候 尤其是在修安班念的时候 我们会体验到它 我们体验到它的时候 这个体验喜 这个是已经进入二常的阶段 当我们修圣念处的时候 通过通过修入习出习 通过觉知或者体验长短习 那么已经一切身形一切身体的知识了 就是全习了 我翻译成全习了 和缓慢习的时候 你通过这四个步骤的深练处的 露出习的练习的话 你就会慢慢的 进入禅定的境界 进入禅定的境界 不同的论书 不过包括这些南传和北传的论书里面 都提到它有不同的境界 那么最普遍的就是见到光 见到光 当一个人见到光的时候 通过修安班念 就是入书时念 你就会慢慢的呼吸变成缓慢 变成越来越宁静 然后你因为你的心 已经超越了这些障碍 障碍就是指五种概 五种概就是指 怀疑 对不对 昏沉 睡眠 以及这个贪心 称心在你修定的时候出现 这些贪欲 你想起一些欲望的东西 以及想起一些你不喜欢的人 或者事物 所以这些就是称心 这五概出现的话 如果你都把它调伏了 然后你就会进入定的状态 当我们进入定的状态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见到的是光 就是你尽管你的眼睛是闭起来盖着 但是你还是会见到光 那这就是很奇妙 因为我们的眼睛要开才能够见到外头的光 对不对 但是在修定的时候呢 你眼皮盖着 但是里面你会见到彩色的光 尽管眼皮盖着 所以这就表示在我们的心 安静的时候 这并不是迷幻药 这跟那些人吃迷幻药是两回事 当然那些人吃迷幻药也会见到光 但是是一种药物引起的 你知道吗 是因为药物引起 但是我们修定是不同的 修定的时候呢 我们的脑的那个活动呢 就是我们脑 左右脑里面的那个活动呢 慢慢缓慢 安静下来 这时候呢 我们的眼睛尽管盖住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 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眼睛 这个跟天眼没有关系 这个不是天眼 这是一种我们的内心的一种心灵的眼睛 这就是所谓的 我们如果观察那些印度人 他们喜欢在两个眼之间再点一个点 那就是第三眼的位置 也就是我们的心灵的眼睛的位置 那个地方呢 那个地方呢会变成非常的活跃 非常活跃 然后就在那个位置你会见到光 那见到光的时候呢 这就是数以根据论的解释 是进入出场 而且那个光必须要稳定 而这种见到光呢 这种论书里面的解释呢 有分成两种呢 一种叫做取向 就是我们首先见到光 那个光是飘浮的 不稳定 因为我们一直在跟着呼吸嘛 但是你要知道呼吸呢 我们的心专注在呼吸 呼吸是空气来的 所以他们就解释了 那些这是人家的解释 佛陀从来没有这样说了 他就解释就是说 这个空气里面因为有温 一切东西都有温度的嘛 对不对 我们的吸进来 跟呼出来的空气的温度有差别 我们吸进来的空气的温度是 户外的温度 以我这里现在来讲 可能十五十六十七度这样 以你们国内现在也差不多这样嘛 现在你们那边是春天了 可能会比较低一点 可能是晚上的时候 七八度也说不定 总之 外面的温度是低过我们身体里面的温度 对吗 所以当空气我们吸进去的时候 它的温度就通过肺 通过血液输出了全身 因此我们呼出来的空气 就是二氧化碳的温度是很高的 三十多度的 三十七度的 所以我们呼出来的时候呢 尽管你的眼睛闭着 我们的那个心灵的眼 能够看见那个空气里面的光 里面的火界 所以你可以看见里面 那些光一团一团的那个 光在那边闪闪发光 它是飘浮的 所以这个叫取向 取向就是你看见那些 光在那边飘浮的 好了 我们继续修 继续注意你的呼吸 入息跟出息 然后你的那个 你被这些光吸引着 然后你一直注意那个光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嘛 就算是老经验的修行的人 他们见到光也是被吸引的 你看那些晚上的时候那些动物 他一看见光他就不会动了 所以那些猎人晚上去打打猎 就是用光来照 我们这里澳大利亚也是这样嘛 他们去打猎带鼠嘛 都是晚上出去的 然后用很强的光照 你野外都是树林嘛 对不对 你一照过去两个眼睛轻轻的 那就是袋鼠了嘛 然后他一枪打回去就准准的 那袋鼠就不动了嘛 所以他就打到袋鼠了 就准准在两个眼之间打一枪 就中了咯 所以 所有动物也包括昆虫在内 都会被这些光吸引的 所以我们也不例外 所以我们被光吸引的时候 我们会注意那个光 注意光这叫取向 那个时候那个光是漂浮的 那么慢慢的这个光 越来越稳定了 这个时候是变成一种心灵在看 我们的心的眼睛 心灵的眼睛在看那个 我们前面闭着眼睛的那个位置 然后慢慢的就变成光稳定下来 然后就变成整片的白色的 就好像我们看那个日光灯这样 于是我们去买一张圆的日光灯 然后它有那个 雾色的那种 或者塑料的 所以那个光就非常柔和的 那种颜色就会出现 那种好像雾这样的颜色 但是是透明的啦 所以它会出现 那这种叫四相 四相就是相识的意思 我这边所解释的都是论里面讲的啦 佛陀在经书里面从来没有提这些东西的 所以这些论呢是有用的 但是我们不要被它控制住 我们可以学认识论里面所讨论的东西 但是我们可以参考 然后如果你没有修订的时候没有见到光 那你怎么能够确定你是不是打头出场 那也可以确定 如果你产生喜 这就是经里面所谈的东西 如果你产生喜 根据论又讨论到这个喜 讨论到这个喜 讨论到有五种喜 这种喜呢就讨论到小的喜 Gutika 你们可以看见这个 我这个 跟你们分享的这个屏幕里面有红色的字 这里面就有讲到小喜 Gutika Gutaka就是小的意思 小步 小步叫做Gutakanikaya 这个小 Gutika就是小的意思 就是 稍微的 轻微的一种快乐的感觉 一种喜悦的感觉 然后 Cana si Kanika Biti Kanika就是 Cana 就是Kanika Kana就是 一刹那的 突然间出生 出现的好像中了电这样 我们有时候我们坐在那边 那个经络会通的时候 就好像一种电 从我们的经络走过 那种感觉 刹那的 然后第三种叫做 具体喜 就是 它继续来的 借作来的 就是 然后最后 两种呢 就比较很特殊 就是踊跃的喜 和片满喜 就是 你快乐到全身都是喜的 从头每一根毛到脚 腿部都是宽喜 这种体验呢 只会给你体验一次而已 它不会每一次体验的 第一次修到 出场很专注的人 如果能够达到的话 他会达到 踊跃喜或者片满喜 那已经是 可以说成就了 就是你的出场 你就知道 我的确是达到出场 出场是这样的状态 我们这边用文字来形容 都是不足的 因为文字来解释这个场定的境界的 怎么讲都不够的 你就算你写整本书来解释这个出场都不够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内容的 所以必须要靠自己去修的 就必须自己要安静的每一天练习做 早上做晚上做这样 这样你就会知道 你只能够达到一种心灵的境界 因为修定是一种心灵的境界 就能够进到心里面去 进到我们的心的世界里面去 而这种世界我们是没有办法体验的 除非你通过修安班念 进入定中你才能够体验到 那些常修定的人 他们能够常常见到各种各样的光 是很常见的 各种各样彩色的光 我也是常常见到 这些光有些是会变化的 像一个轮子在那边转这样 那不是一个轮子 它有几层不同的轮子 然后它转的话 结果有不同的形状出来 每一个有光的地方是不同的颜色的 这个你简直是不敢想象那种美的程度 非常非常美的 就像那些几何图案这样 你画的那些非常灿烂的几何图案的那种 出现的那些彩色的光的美的程度 你不能够想象 你能够见到那种就是出场了 肯定是出场了 就是你的心非常安静 不只是安静你的呼吸是非常平和 你的心跳是非常的稳 非常的慢 而且血液循环 我们的身体的一切的状态 都是非常好的状态 才会出现 所以 因此我们不要 我们食物要注意 运动也要注意 要适当的运动 而且我们不要有太多的刺激 情绪上的波动 就是又喜啊 又忧啊 又太过快乐啊 又太过愤怒啊 不要 我们不要这些 你这些全部把它拿走 不要给它产生 不要受这些的影响 然后你就有机会 常常修就能够进入顶中 这个喜是出场的状态 二 二常了 刚才我们讲二常的状态 出场见到光 然后喜是二常的状态 乐是三常的状态 我们现在看乐 所以这个乐是 喜跟乐 这个身体感到喜 身体感到乐 心也感到喜 心也感到乐 所以这边受念处 就是身跟心都有的 好 这个乐里面呢 喜刚才我们也讲到是七觉之之一 乐也是七觉之之一 你要修到能够开悟的话 你必须要按照七觉之 就是正念 折法 就是对付五概啦 精进喜乐 然后一心就是定啦 下个星期我 下个周六我们就说那个东西 然后最后就是舍 舍就是五倍感 就是属于忠舍的状态 就是非常宁静 非常寂静的状态 这个下个星期我们 会说到 好了我们就讲到乐 乐乐这个是论里面也谈到 当然乐也有两种 身体的乐跟心的乐啦 这个是属于三常 而这种乐呢是 另外一种翻译叫做清安 清安呢就是指 你感觉到清飘飘的 你没有烦恼 你的内心非常的宁静 你还是跟着你的路隙跟出息 然后你就进入一种 心灵的世界里面 你感觉到里面呢就好像是天堂 这样 虽然你看不到别的众生啦 你看不到神仙啊什么等等 但是你会感觉到你就像神仙这样 所以你在那种状态啦 你会感觉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些我们 为了一点点的东西 芝麻小事在争吵 为了一点点的利益在那边 你你死我祸 这样来争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太过 就是很不重要 你会觉得非常不重要这些东西 这些对我来讲都无患痛痒 那种状态 所以叫清安 所以清安的状态是非常难形容的 就是你非常非常的舒服 非常非常的快乐 清飘飘的 没有压力的 而且你是不去 没有任何东西会使你烦恼 在里面 在那种状态之下 所以那种是擅长 擅长的时候呼吸幾乎是非常非常微弱 所以你达到那种状态 所以你体验它 你还是在跟着找着你的呼吸 呼吸当然是非常慢的 这个时候是宁静的身形 就是 声念处的部分 我们讲的第四个叫做宁静的身形 就是身形非常缓慢 安静下来 呼吸非常安静 所以你就会达到这个热的状态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三种 他学习体验着心形 喜气跟呼气 心形呢 这个巴黎文叫 Jitta Sankhara 体验就是 这个心形呢 刚才我已经解释到一些了 就是说 你的心会有 还是会有心理活动 并不是说我们进入定中 我们没有心理活动 心理活动还是在那边 只是说 这个心理活动是非常平稳的 而这个心理活动主要就是知道 就是我们主要的心理活动 就是知道它 知道喜 知道乐 而这个喜跟乐的部分 都是相当粗的 因为它牵涉到身体 所以它很粗 但是 当你觉知心形 就是体验着心形的时候 就是你已经超越了这个东西了 你这时候只剩下 心理的状态 所以你的心灵的状态 这时候你会心灵的状态 只是知道心在那边 你体验着心的状态的时候呢 你会知道 心里面只是知道 最重要的 它的心理的作用呢 就是知道 知道一切的境界 所以体验着心形 吸气跟呼气 最后 我们继续讲到 宁静心形的时候呢 在这部分呢 你可以看我这边的 我转下来给你们看的 我红色的字 这边有层次的 就是说 我们在学习这个 这个中部118经 露出息 露出息念经 就是 我们在学习这个 思念处的过程 是指光的 就是我们心也要培养定 但是我们随时观察 所以指光的了 一起来的 这个指光这部分呢 我有提到 那一部经很重要的经 叫做酸联经 就是你们必须要去看那一部经 如果你们需要的话 可以跟我要 我会发给你了 酸联经 酸联经很短 只是一页而已 就体验 就讲到四种状态 从定修到光 从光修到子 从子修到光 从光修到子 第三种就是 子光酸修 第四种就是 子光酸联 也就是酸孕了 也就是同意起来了 你把它两个同意起来 所以叫子光统一 第四种状态 那这怎么讲呢 就是 思念处的修行 就是要让我们 把这子光把它修好 能够子到光 通常一般上的师父 都是教子到光 几乎所有的师父都是这样 他先要教你修培养到定先 因为多数人没有这个功夫 没有这种能力 能够修到定 所以你先要把定修好 你定修好了 能够定 先修子到光 然后再光回到子 你可以来回走 然后你就能够子光酸修 来回来咯 然后子光统一就不同 子光统一就是你随时的 在任何时候一切状态 那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 心随时保持安静观察 观察无韵嘛 这边 你就看这一段就讲 他知道我吸气残 他知道我正在肘子 他知道我感觉到热瘦 或者我感觉到喜得瘦 他知道我的心里面有汤 他知道我有感光的欲望 他知道我的里面有念觉知 这个念觉知就是这边所讲的思念处 神念处 受念处 心念处 法念处 一层一层来的嘛 你慢慢这样提升自己嘛 你通过修安静念 通过精行 通过了解这些 这些师父所开示的这些内容 然后你就慢慢 你就提升你自己了嘛 他知道我里面有了念觉知 就是你有了正念 然后他知道我能够如实的看到无常 我知道这个是苦 哦 这一步一步上去的了 越来越高的境界了 你能够如实知道苦的话 你就能够见到四圣敌的第一个了 那你就会专心对付你的烦恼了 那就是第二个了 就是你在修四圣敌的第二个了 然后你一直应用正确的方法 来灭除你的烦恼 那就是第三个第四个了 所以修行人是这样的 他一直在对付自己内心的烦恼 因为他知道 轮回是苦 无韵是苦 他是一直在对付自己的内心的烦恼 一直心中的欲望 各种各样的烦恼 各种各样的贪真吃 那这样他就是在修行四念处了嘛 也是在修圆满这个四圣敌了嘛 所以他要知道苦 如实知道苦 而他这个念的现前呢 就是我们的正念要现前嘛 乌巴迪达萨迪啦 现前就是你知道你有念现前的话 不同的你会马上安静下来 当一个人的念现前的时候 他马上坐在那边马上安静下来 他马上就看到无韵 马上看到摄影 马上看到其他的东西 马上看到他的烦恼等等 所以他跟那些四念的人呢是相反的 所以最后 心形宁静 这就是指那个有念的人 才会这样做的 如果一个人没有念 就算你现在在听着我讲 你的心是到处跑的话呢 就是说你没有念现前 你的心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在这边做什么 你不知道 你先来看这个和善 到底是在做什么 还是好奇而已 如果你的心是在好奇 在看这个和善 在讲些什么的话 你还是没有念 明白吗 因为你还没有那个念现前 你还没有正念 你要有正念的话 你必须要先修圣念处 受念处已经第二个了 下周我们就讲 信念处更深的了 所以这一步 入出信念经是非常重要的经 因为它是 这个修行的方法 就是工具了 我们要把那个工具掌握好 你懂得用工具的话 你就可以把工作做好了 这边这个就是工具来的 非常重要的工具 所以你的心心宁静 就是心安静的 还是在那边吸气跟呼气 所以这是第四个部分 这是寿命处的部分 所以今天晚上的 我们的讲解就讲完了 好 现在时间稍微过了 所以你们有问题的吗 那你们我先解除 我先解除静音 好的 现在静音解除了 你们有问题的吗 可以问了 嗯 你们可以看见我吗 因为 你看不见了 看不见 只看到一棵花 只要看到一棵花 对 因为刚才我给你们分享音频嘛,所以只是 现在看见我吗? 你视频我已经开了啊 我视频已经开了 看不到我 现在呢? 师傅看不到你吗? 师傅,我这边是暂停的屏幕工程,并没有完全停止 那我怎么样关掉它呢? 重新开启视频 你点那个开启视频 你只是暂停的屏幕工程,我这边看到它 是吗? 是吗? 那我 我在哪里? 刚刚看到没有联络 怎么样把共享关掉呢? 我 在屏幕的屏幕下面有 屏幕中间最下方有一个 共享屏幕按钮,应该是那里可以关掉 我 找不到咧 这是暂停 暂停啊 嗯 嗯 那个屏幕共享的左边是开启视频 那是开启视频 哦,结束共享 对了 现在看见我了吗? 那是开启视频 你忘了一朵花 还是一朵花 还是一朵花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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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我再看一下啊 这个我是在学习啦 不好意思,让大家只是看见花而已 那我怎么开 我 从从初天地老看的话 从初天地老看的话 师傅的视频是开着的 我的视频是开着的 我对视频是开着的 对 我只能看我的脸 只能看我的脸 我也是知道 没有,我对 我对 师傅要开启视频 慢点,你的镜头 是吗? 这个是花是手机的花 还是电脑的花 电脑 我的电脑的花 我的电脑的花 那是电脑的花 那是电脑的花 那是电脑 应该切到手机上 还是在共享视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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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给 啊,现在看见了 哈哈 啊,因为它在 停止视频的右边 它有一个选项 要开那个 微软的 照相机 哦 哦 刚才你们看到的 那个花 是我的那个 呃,电脑的屏幕 对不起 那你们全部 只是看见花 而已 哈哈 从头到尾 那没事了 但是,我讲的 听清楚吗 大家 很清楚 很清楚 好的 呃,有问题吗 有问题 提出来 问 好 怎么是横平跟树平 我也不会调 怎么调呢 我这个是第一次用电脑 来跟你们谈的 三回我是用手机 手机比较好用 这个电脑哦 只是说 我要跟你们分享我的文件 所以我才用这个电脑 手机我不能够分享文件 所以 我一直要把文件上传 传不了 刚才有一位要问的问题的 呃,请问吧 好 师傅,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 您刚才知道 这个电脑光 就是 电脑光是必须 因为我没有电脑光 你们都期待过光 我就想了解一下 你如果没有电脑光 那就是表示你的那个心里面 还不够安静 你必须要继续跟着呼吸 让那个心非常安静之后 一直跟着呼吸 没有干扰 就会进入里面 就会见到光 但是 也没有保证你会一定见到光 有一些人是 没有见到光 他只是靠那个证见 而证出果的 所以后来 佛陀 涅槃呢 他在进行 进行也 见不到光 所以阿难陀 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 他进行三个月 然后 就从出果 直接证阿罗汉果 所以 所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佛陀 不谈见到光这个问题 这个见到光呢 是论里面所讨论的 论里面所讨论的 所以 对那些没有见到光的人 也不要太过苛求了 你就顺其自然就是了 好吧 还有哪一位 还有哪一位 这个 四向和取向的问题 啊 当我们刚刚看到光的时候 它亮起来的时候 它是一个取向 对 但是这个 我们怎么判断它的四向 或者说这个光的 四向呢 就是那个光稳定了 不会动了 就好像我们看 上面的那个 日光灯 它是整片白色的 那就是四向 这个是真的 我 我见过的 四向 我常常见到的四向 这个它要稳定多久呢 稳定多久 那就是稳定到 你进入下一个禅定咯 你就从 二禅到三禅就没有 光就不见了 它不会一直在那边的 它可能几分钟而已 它可能几分钟而已 怎么样的光 一刹那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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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刹那的光 那是那个光出现的时候 很奇怪的 因为我们的眼睛是盖住的 我们怎么会见到光 对不对 好的 好的 师傅 请问 再一个问题 有残像 同时有残像 和有呼吸的时候 要觉知哪一个 是什么 同时有残像 跟哪一个 跟呼吸 注意呼吸 不要理那个残像 残像 因为呼吸是我们的夜处 我们必须一直要跟着呼吸 不要理残像 残像不重要 残像就好像我们在路上走 我们看到这一座房子 看到那一个河 看到那一座山 这个叫残像 这不重要 我们要想 我们要走的终点是在哪里 我们一直向终点走去 就是取向和四向 这个都包括在您讲的残像里面 如果同时有呼吸的话 就是要有些呼吸 对 呼吸是我们的夜处 我们一直跟着呼吸 好了 下一个问题 师傅 那我还是想问 就是修那个光明想 光明想的时候 修到那个 修光明想的人又不一样 你修光明想的话 你一直在观想那个光 所以 它会非常快就有光出来了 我知道 那个到那一步就是 整个人消失 然后人都是光的时候 是专注人身上的光 还是专注刚才的那个光 就是一开始的那个 取向那个光 你不要理那个取向的光 那个取向的光 就不明显了 如果你修光明显的话 那个光 等于光就是夜处了 最后身体就消失了 呼吸也不见了 很快的 身体消失的时候 或者是那个光 变满前身的时候 这个时候夜处是哪里呢 还是光 还是光啊 因为不是呼吸啊 OK 还是光 还是光 对 还是光 那时候是光 整个光变嘛 这种是修变 你要明白 修变跟修Ambanet 是两回事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之前在修 修白变 或者修地变 懂吗 它是修变 它是普遍性的物质的现象 修光那是修光明 就是清光 红光 蓝光 百光 黄光等等 那是不同 那是修变来的 修变有四种物质的 四种光的 还有虚空 变等等 好的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师父 光明想的时候 是想着那个光明吗 想着那个光明 然后到变满前身的时候 还是继续想着那个光明 那当然啊 你的左翼一直是在光上面 在西藏 你看那些 不是有化为红光生的吗 他死的时候就是修光明 然后他整个身体化掉 全部变成光了 光那些 你要知道 爱因斯坦的理论就是 物质就是光来的 怎么讲物质是光 物质以光的速度在跑的时候 就变成光了 所以那些人死的时候 红化掉 就是这个原理 他死的时候修那个钉 然后就修那个光 然后 好 最后全部没有了 只剩下头发跟指甲而已 我们全身的物质都是光来的 这个跟今天晚上我们谈的没有关系 还有没有问题 关于这个今天晚上谈的问题 还有一个是否关于这个喜和乐 对 没有看有的 我们怎么定义这个喜 怎么定义这个乐 乐 喜是比乐来的轻的 因为喜是二长的 乐是三长的 乐是三长的 蛤? 是哪一位刚才问的 那不太清楚是否 是 刚才是哪一位问的 那不太清楚 能不能重复一下 不清楚 喜是二长的 乐是三长的 所以乐是比喜来的更高 更加殊胜的 所以你达到乐的时候 那个喜已经过去了 喜是轻微的 喜就好像我们喝 喝开水这样 喝比较 喝蜜糖这样 乐就好像喝汽水这样 比那个蜜糖来 要更高一点的 你明白吗? OK 还有别的问题吗? 师父我问一下 哪一位 刚刚的事情我问的就是 喜跟乐 其实不是说在出床的时候 在出床的时候 喜乐就是两个肠子之一 就是理论上它们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对吧? 只是说比重不一样 哪个更强烈一点 乐更强烈 乐比喜来的更强烈 它是快乐 快乐它不能够形容的 你会马上琢磨的 你会马上想 哇这个快乐太好了 我当年我能够永远在这个快乐里面 那你就琢磨了 我是这时候经历过全身的这种 全身很舒服 就是这样 从里面到外面嘛 就是那种很舒服 那种有泡温泉那种类似的感受 不知道怎么定义这种感受 这种大概 我猜了 大概是乐来的 它从里面到外面 外面到里面内外透的 今天我就是说 只是在洗表 身体外面 那种全身的感受 那种快乐 如果是在身体外面 那就不够深刻 那不会属于乐 那只是属于喜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 还有没有下一个问题 还有下一个问题吗 好 没有的 我们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的时间已经超过二十分钟了 大家一起合掌 我愿以此功德 导向猪肉境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为正涅槃圆 我以此功德 回向诸有情 愿诸有情众 同得此功德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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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